大家好,我是熊喵的Rudy 我們這次要跟大家討論的呢,其實是比較輕鬆的話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小朋友一向不好控制是出了名的 那特別是在嬰兒時期 那因為剛好我最近是新手爸爸,所以對於我們家的小朋友呢 其實我跟我老婆也一直在努力想辦法讓他能乖一點 那最大的幾個問題其實就是 包括睡覺前有時候在鬧睡睡,所以他不太願意睡覺 他很焦躁 那有時候就是我們要出門的時候,譬如說在安全座椅或在提欄裡面呢 他非常的不願意就範 那如果我們不讓他有一些,怎麼講,分心的東西 他很容易就會強迫你讓他把座椅裡面抱起來 也會造成很多危險 所以後來我們也找了很多朋友一起問啊,在網路上看很多訊息 所以我們決定要用一個方法 也就是這次要討論的重點 就是所謂的固齒器 這就是怎麼樣讓嬰兒能安靜的留在器座或是提欄裡面的小法寶 那接下來就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這也是我們研究過後歸納出的幾個重點 有關於固齒器這件事其實說真的,大人其實一開始不懂 特別像我們是第一次當爸媽 那稍微查了一些資料之後就會發現 其實固齒器它有幾個最大的重點 第一個,因為嬰兒家的口腔期 所以咬的這個動作其實是他們最常做的事情 所以包括訓練咬盒啊 訓練一些,譬如說 Maybe 還可以促進掌牙啦 或是讓他度過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比較焦躁的時刻啊 再來 Maybe 有時候還有一些清潔口腔的功能啊 有時候還有一些認知訓練的一個方式 其實都是固齒器最大的好處 但是大家會想說固齒器到底什麼是固齒器 其實很多人會說固齒器不就是一個小東西 讓它可以放進嘴裡然後安全的嘛對不對 那其實,其實真正要一個好的固齒器 除了要符合剛剛說過 Maybe 可以清潔口腔 那可以讓他們訓練那個咬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認知的訓練之外呢 有更大的重點,其實就是材質還有安全性 好,所以接下來呢 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研究也是我們自己使用的東西 那我們就不論品牌 我們來跟大家討論我們講這些固齒器 它之所以被我們選上的原因 好,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實這固齒器呢 真的是長得各式各樣啦 那其實歸納不同品牌跟不同方式的固齒器 其實我們有幾個共同的特色 包括第一個 它的材質一定是用不含雙分AE的矽膠 再來它可以進消毒鍋 它可以用燙水去消毒 那再來呢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每個顏色都很多 長相呢很可愛 那包括像這種像章魚哥啊 像香蕉 然後蘑菇還有這小花 其實如果說大家自己是爸媽的話 其實在坊間或是在你們自己家裡面 可能都有這樣的東西 那對我的而言其實說真的 那一開始我自己想要測試的時候 本來我想要拿來咬啦 但是 因為我老婆阻止我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因為大人的咬的能力跟小孩是完全不同 其實我咬過奶酒 我喝過配方奶 我幹過一些 一些大人比較不會做的事情 好,那簡單來講我跟大家分享幾個 其實 其實我們家小朋友其實一開始的時候呢 他其實最喜歡的是這一個 我們都會說它是小花 那他喜歡它的原因其實就是因為 因為它 它旁邊就像是有杯子的感覺 就像我們咬杯圓一樣 而且它很好入口 它每個角度呢 其實都 很好咬 所以它吃得很開心 所以這是一開始他最喜歡的東西 那再來呢 直到後期 其實一開始我們設定 我們設定的方式是 一開始其實不是設定它這個小花 是設定它這個花 那這個明明就是香蕉 但有時候我會稱呼它是玉書組 或是玉米之類的 那其實它明明就是一個香蕉 一開始我會設定它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你大家看到 這個上面的這個凸起的部分 其實就是按摩口腔 清潔口腔的功能 其實蠻好的 而且旁邊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香蕉這樣的設計 其實它蠻好拿的 對小朋友而言 拿起來其實很方便 但是呢我們家小朋友 一開始超級不愛它 大概三秒半就會丟到地上 但是大概到了它 七個月左右之後 它開始成為一個很棒的新蟲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 本身咬起來也蠻舒服的 看它吃的時候 到時候我們會提供一些影片 給大家看 就是這小孩咬得到有多爽快 好接下來呢 另外這兩個喔 這個是我個人認為 比較有功能性 且比較有意義的 好我們首先先來看這個 這個其實是我個人啦 但是我不會咬 這是我個人第二喜歡的 那為什麼呢 那你看這是章魚對不對 我都會開玩笑 戳到這條海鮮 這個章魚的好處是 它有八隻腳對不對 每一隻腳它都可以單獨咬 它也可以一起咬 它可以用各種角度咬 再加上 如果它真的去捏它 它會出現一些 奇怪一奇怪的聲音 所以基本上小孩是蠻喜歡的 再加上它這個每一個 腳上呢其實都有 凸起 都是按摩 還有一些是不容易 讓大家卡到嘴裡的設計 所以其實它是蠻好的 顏色當然也很討喜 那最後這個呢 其實這個是 我個人認為最多功能的 之所以這樣講跟大家解釋一下 它是一個蘑菇對吧 大家都會說 這東西好像常看到 其實它設計還蠻好玩的 這個我自己有研究過一下 原來它上面這兩個蘑菇的頭 其實就像是乳頭的感覺 其實讓小孩可以有一種 遺情的效果 那你看 其實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它這樣咬的時候 其實旁邊都很圓 這個很多人都看過 但大家有沒有注意 它其實可以只有咬 當它弄在桌上的時候 它這邊就會吸住 它吸住的時候 它就會這樣抖動 當小孩子在打它 在玩它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訓練它的觸覺 還有它的一些反應力 然後再來 除了這樣咬 不過癮之外 它就可以變化成另外一種樣子 你只要稍微一用 它就會變成杯子 那你看一樣喔 它一樣可以吸在桌上 可以這樣咬 其實對小朋友來講 不只是可以 讓大家訓練咬的方式 度過口腔期 它也是一個認知訓練 很好的一個方法 那其實對我而言呢 我認為其實 固子器的品牌 或是知名度 我覺得這都還好 我們真的在意的是 其實它的 包括它的材質 還有包括它的邊緣的設計 還有一些比較不容易讓小孩子 意外扯破或吞食的 固子器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好 排擠小孩麻煩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你也是新手爸媽 或者是你有一些經驗 有一些例子 我也很希望 聽到大家跟我們一起分享 那以上這四個呢 就是我們的小朋友 最常使用的固子器 那接下來 我們還會跟大家討論 更多的育兒話題 那不管是小道固子器 或是接下來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包括該怎麼挑選 嬰兒車還有提籃 還有汽車安全座椅 我們也都在準備當中 那希望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我是熊廟的Rudy 有關於育兒話題的部分 我們下次跟大家繼續討論